对外国情侣在邮轮上发生了争吵 这种导致南方从邮轮的骑乘高处坠落身亡 在临近马来西亚泰国东南海域 有一个名叫向导的热门度假圣地 这个岛屿是泰国的第二大岛 占地429平方公里 超过70%的面积被原始的热泰石林所覆盖 向导映属于泰国达勒福的管辖 一直以来都备受游客欢迎 这里有迷人的海滩 热情浩克的居民 和丰富的文化历史 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不过除了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特点之外 乡岛上还有一个不为人质的角落 隐藏着一个神秘的地方 那就是银额酒店 这个地方不是那种你平常会在旅游手册上看到的普通酒店 而是一个充满传说和神秘色彩的废弃游轮 大家好,我是阿隆 欢迎观看本集的都市传说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 这是一个有点不一样的故事 泰国向导废弃游轮酒店 向导 泰鱼亦为大象导 这个名字来源于岛屿的形状 从空中看去 它就像一只大象在海里玩水时露出的背影 海岛位于泰国最东部 距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约130公里 是泰国国家公园中景观保存最完整的岛屿之一 岛上的景观真的很惊艳 到处都是原始的热带雨林 你可以在银白色的沙滩上享受阳光 或是在清澈见底的海水中进行潜水和吹吊 不仅如此 岛上的热带雨林也是一个碳形的天堂 你可以在那里徒步践行 探索未知的自然奥秘 而且这里的瀑布是桃上的主要水源 有些瀑布甚至因太阳拉马五世 曾降临此地而生命远洋 然而在这美丽的岛屿风光背后 却充满了许多香烟气坛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可能就要数那艘名为银河酒店的废弃游轮了 银河游轮酒店 位于向岛泄湖区的四人海滩上 享有壮丽的海景 这后废弃的游轮 曾经是一座三层楼高的豪华游轮 被改建成为高级度假酒店 游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年前 当时业者非常看好向岛的庞大旅游商机 所以购买一艘被淘汰的游轮 并改造成一家好黄的酒店 这座游轮原本只有三层楼高 但后来又增加了四层 整艘游轮改造完毕后才被运到向岛 当时这家酒店以高档住宅为主打 承受西方游客喜爱 游轮前部还有一片湖泊 且在营造出游轮 仍然在海上航行的感觉 它的设计和借口在当时可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想象一下 在这艘游轮的顶层 遥望着壮观的海景 这本该是多么美妙的体验 然而 由于经济的不景气 业主已经没钱来妥善维护 这庞大的度假村 这个梦想最终破灭 豪华游轮酒店停止营运 逐渐成为一个被时间遗忘的地方 原本它应该成为向岛上的一大亮点 然而 命运却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银河酒店的故事 并没有随着它的飞机而结束 相反 一段神秘的灵异传说开始在当地流传 据说 在2012年 一堆美国情侣在游轮上发生了争吵 这种导致南方从游轮的骑乘搞出坠落身亡 这一悲剧事件给酒店带来不祥的名声 从此 也使得酒店被冠上了闹鬼的名号 除了坠落事件 还有一些关于银河酒店的超自然传说在当地流传 有人曾在夜晚听到奇怪的声音 甚至看到幽灵的出现 这些传说进一步增加了银河酒店的神秘氛围 尽管酒店已经停运多年 但今年开始 银河酒店重新开放 并允许游客前来探险 入场费为美人150代注 对于有机会探索这个独特景点的人来说 这个价格相对较低 所以 每天都有勇敢的游客来这里探险 他们在废弃的酒店里走来走去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关于超自然现象的线索 或是感受一下那种神秘又略带恐怖的气氛 走进银河酒店 你会发现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止了 电视 冰箱 床单和毛巾 四处都是20年前的设施和爪式 每一间物品都静静地述索着过去的故事 游客可以在酒店内探索各个路程 了解其曾经的豪华设施 一楼到二楼曾经是会议室和员工区 三楼到五楼则融纳了约200间客房 许多客房的设施 都保持着酒店开业时的原始状态 最上面两层则是餐厅和厨房 现在这些地方都对游客开放了 虽然没有缺少的证据 证明银河酒店真的闹鬼 但这些传说注意激起人们的好奇心 因此 如果你正在计划前往泰国的相当度假 不妨考虑去银河酒店看看 带上你的好奇心和勇气 去探索这个充满神秘和历史的地方 也许你会在这里发现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 给你要旅行整天一模不同的色彩 毕竟旅行的真正意义 有时就在于探索 而且隐藏在角落里的秘密 再次感谢观看本期的《都市传说》 我期待与你们分享更多日本着迷的故事 下次再见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